創下剛剛看到BOOMBEN說 2022年的全球金融投資 八大風險之一 就是台海的軍事風險 跟半導體供應鏈的風險 然後美國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 竟然建議我們在兩千多個警察局 都不見飛彈防衛 這一個解放軍的攻擊 即將賣信2022 而在這2022裡面 台灣的重要性已經是歐美 還有主流國家最重要的 不管是要挺台灣 保護台灣 親近台灣 關切台灣 都是最核心的議題 而這最核心的議題裡面 像美國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 還特別的主動的替台灣想 怎麼樣讓台灣能夠得到最好的保護 所以他在華爾街的一個雜誌裡面 特別專門說 台灣的警察局訓練很好 警察局兩千多個警察局的 整個地理位置 都在很好的戰略位置上 所以警察也要受受訓練 每個警察局至少有一名警官 接受過刺針飛彈的訓練 然後美國要提亮我們 大量的刺針飛彈 在兩千個警察局裡面 都有刺針飛彈 到時候中共打過來的時候 除了我們有很多的飛彈 對海熊二熊三 魚叉這些飛彈 把他們船艦給打下來之外 他們的飛機 他們的直升機 只要越海過來 我們的警察局都是戰略部局 我們的警官都可以拿車 刺針飛彈 把共軍和解放軍的飛機給你打下來 所以這個要徹底的捍衛台灣 為什麼這樣講呢 所以就他的邏輯 如果兩千多個警察局都發射飛彈 那突然兩千多個飛彈就射出去 就是你到哪邊就打哪邊 所以就是完完全全的防衛 而且整個的刺針飛彈 在阿富汗戰爭裡面 確實非常精準 它是很好的打架低空飛行的 飛機的最好的武器 所以我們兩千個警察局要做訓練 而且他鼓勵我們要接受民兵的訓練 讓台灣能夠徹底的捍衛起來 因為他認為說 其實台灣已經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是世界的典範 絕對要保衛台灣 不能讓台灣走上香港的路 而且他覺得說台灣在這個裡面 現在全世界都在關切印太對不對 而事實上台灣就有角色 因為是台灣最早開始啟動了 來新南向政策 加上日本安倍晉三又提了 要倡議自由和開放的印太 所以現在整個印太戰略前行 台灣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台灣就是印太的一個核心 所以一定要保衛好台灣 不只是各種力量 包含是台灣的警察局 你們都有覺醒 你們都有刺針飛彈 剛剛講到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今天更積極的鼓勵台灣 你要更有自信 你要對自己的民主非常有自信 你要更多的企圖心 他認為台灣現在已經不是跑回台灣的問題 台灣人民應該有台灣崛起的自信心 一個有自信的台灣才更符合世界的利益 他更鼓勵台灣應該積極的加入CPTPP 還有WHO這樣的國際組織 而且他認為說針對中共現在的威脅 台灣日本美國所有領域在軍事上 都要更密切的合作 所以是海底下海面上空中網路外太空 都是應該三國緊密的結合 這樣子才能夠徹底的防範中國的一個侵略 而在這個稅末年初的時候 大家這麼關切台灣裡面 蓬勃特別找了專家 整理了2022年世界經濟的八大風險 裡面台灣就是核心的風險之一 他們認為說在地緣政治上面 如果中國入侵了台灣 那入侵了台灣或中國對台灣這邊動武 就會把美國給捲入 這大國捲入之後就會造成美中之間 這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上面的經濟停頓 而這個經濟停頓當然全世界很影響 另外一個狀況是半導體的供應 在全世界就會不穩定 所以從手機到汽車 全世界都會受到影響 另外的當然包含的是現在新的變種病毒 他也認為說蓬勃認為說 可能會把現在預期明年是5.1的經濟成長率 會受到影響 如果再封城的話會下降到4.2 然後還有其他的就是生息的問題 通膨的問題 糧食高漲問題 中國經濟疲軟的問題 歐洲政治正要改組的問題 都是世界八大影響 但是裡面台灣也是最重要的影響 而在此時的時候 布林肯又開始啟動他的印太執行 而他在印太執行裡面 他這一次第一戰 就是到整個印太戰略裡面 最後的一塊拼圖 印尼 那到印尼裡面還特別講說 台海的安定和穩定 由和美國永久的利益 所以要把印尼也拉進去 他裡面就講了 中國現在不斷的崛起 從湄公河一直到南亞 從東北亞一直到南洋 而且把南海通通宣稱是他的 已經在破壞了 所以這個時候印尼也應該跟美國站在一起 美國也會跟他們連在一起 那為什麼講印尼重要呢 因為印尼是1945年 他過去是荷蘭殖民的 所以印尼一直是不結盟 在軍事上比較偏向美國 在經濟上過去比較偏向中國 現在歐布林肯去的時候 就是你要把印尼也拉進來 整個環太平洋 整個包圍中國的圈 通通給起來了 而在此時的時候 對於中國大家還是更警惕的 所以華郵又有一個拿到了三千多頁的獨家內幕 獨家的資訊才發現說 原來華為呢 一直有在協助中國做五種的監控行為 包含是呢 有很多時候的手機裡面的通話 包含新疆的監視手段 包含是客戶或什麼的一個狀況 其實華為都有參與 所以對於中國這麼恐怖的國度 大家要擋起來 另外剛剛不是講到歐洲的狀況嗎 因為歐洲在明年 尤其是法國四月的時候 又有選舉 所以這個時候保守派右派 親台灣是他們最好的一個加持 所以他們今年的第二個月 第二次他們的前議長 又要帶著五個議員跨黨派的 來跟台灣親近 因為親近台灣 對他們在法國裡面都有加分作用 倒數三天四大公投的對決 那這確實攸關藍綠各自的板塊 跟權力的卡位 那這一次這個侯友宜 提早佈局大位的卡位戰 引發了深藍的不滿 但是蔡思平也出來了 蔡思平出來罵藍綠的明帶明嘴 說他們比民進黨更像幫派 現在距離公投只剩三天 但是整個國民黨好像越來越 欺風苦雨之中 天時地利人和 都對國民黨不利 天時是禮拜五的時候 冷氣團要下來了 北台灣可能到11度到12度 而且北台灣還會下雨 但是南台灣民進黨的票倉呢 確實還陽光溫度也好一點 所以天時地利都不好 而人和的問題呢 就是國民黨開始呢 互相的卡位2024的那個奪敵之戰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呢 就是戰犯開始甩鍋 都是你的錯不是我的錯 這裡面最核心的就是侯友宜還有朱立倫 這個的矛盾越來越多 可是最大的矛盾是什麼呢 就是侯友宜的 我之故我在1214字的文章出來之後呢 結果剛好是因為無順文新聞獎 要頒獎 就朱立倫發現說我不是我想像中的我 他非常的落寞 為什麼呢 因為呢那個場合是這樣子 侯友宜先到 先到坐在前面 朱立倫後到 後到的時候 朱立倫就到處握手握手 侯友宜呢坐在前面 不曉得是沒看到 還是怎麼樣 他並沒有站起來迎接朱立倫 那朱立倫也知道說 因為發了這個信嘛 所以呢很特別的過去拍了一下侯友宜肩榜 然後給大家拍照說 我們兩個感情很好啊 我們可以體諒啊 但是後面兩個人呢 就隔著紅地毯 各坐各的坐 然後各坐各的坐呢 侯友宜還被安排上去 第一個致詞 還上去頒獎 然後朱立倫在這邊坐了三十分鐘呢 沒有人理他 然後我就這樣默默地走 所以我不是我想像中的我 我是前主席 但是好像沒人理我 所以就這樣默默地走 因為整個氣場是不一樣的嘛 所以氣場不一樣 等等這個主辦單位的 這個分量嘛 主辦單位通常都是最有分量的 上去講話或者頒獎啊 其他的人坐冷屁股 冷板凳啊 所以你就講到重點了嘛 誰比較有分量 大家都看得出來了嘛 對不對 就是侯友宜看起來比朱立倫 這個黨主席還有分量嘛 然後這個分量之後 所以呢 侯友宜會出來講說 大家都可以 因為黨都一樣 所以大家互相體諒嘛 互相寬容嘛 但是朱立倫呢 對於侯友宜那個簽字文 已經不敢多講話了 就開始講說呢 他所有的炮火就是說 你們對於民進黨 這個四個同意就是民意 又開始批評民進黨 對於侯友宜不敢多話 可是呢 這個情況變成是這樣子是什麼 其實是因為呢 先前的時候他們以為四大公投 對國民黨有利 那確實也是順風順水 可是開始轉折 而這個轉折的過程中呢 第一槍就是發現說苗頭不對了 可能要找戰犯了 所以是黃世修 先開始針對核四 要你侯友宜表態 那黃世修表完態之後 戰鬥欄本來就已經不甩朱立倫了 所以趙超康又出來講說 你縣市長要擺態 最後呢 徐曉青出來講說 如果你侯友宜不表態 那麼我們呢 就不提名你 新北市市長 大家就傻眼了 這個戰鬥欄已經開始 對著侯友宜開戰了 而朱立倫呢 在這個狀況裡面 不曉得他是默許 還是無能為力 都沒有進行很好的表達 那最後呢 侯友宜到了現在為止呢 也發現說你們把這個甩鍋甩給我了 所以侯友宜簽字文就出來了 說我們不要把一場公投呢 搞得像選舉一樣 人民厭煩了 一反擊回去 那這反擊回去 在這個最後的這個階段裡面 最後要總動員的階段裡面 國民黨內亂 國民黨內鬥 藍軍有很多人不想投票了 中選選民看的都頭痛了 那這個時候 對於整個情況 目前預估 整個投票率非常的危險 因為在 你剛剛照這個南北的氣溫 溫差預估 你說北台灣可能會 又失誘呢 那又失誘呢 很多深藍的鐵票 老票就未必那麼認真 出來投了嘛 對的 那南台灣如果陽光普照 民進黨都把鐵票推出來 那是中間的落差可能就很大啦 是非常大 其實你看到說 所以民進黨現在要拚的是 連萊豬都要過 四個不同意要四勝全壘打就對了 他們現在往4比0賣進 沒有 如果4比0的話 那就順便把諸侯也一併打垮了 那就不是得4分是得6分 那朱立倫垮了之後 那侯友宜呢 對啊因為朱立倫垮了 侯友宜是號稱 南嶺民調人氣最旺的嘛 侯友宜也垮 那民黨如果四個不同意 不是得4分是得6分啊 是啊 所以現在就是國民黨 自己的內亂啊 所以他們很多 我真的是講實話 我是出身眷村的 而且是北台灣的眷村 這幾天鬧的是 很多眷村的媽媽和爺爺們 是說不想投票了 真的喔 真的會造成這個興奮 所以這都是深藍含粉嗎 眷村當然是深藍啊 所以大家不想投票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 而且你要知道 2018年有縣市長大選 有韓劉 那時候十大公投的投票率 只有50%到55% 那現在搞成這樣子 低於50% 目前呢 民調四個公投裡面 都非常接近 恐怕國民黨到最後 494萬票都很難過 所以這個時候很情況 而在衛生產生這個狀況裡面呢 就是內鬥嘛 鬥成這樣子 所以蔡思平又忍不住了 忍不住 他想說 你們整個泛男的 好像幫派一樣 到這個時候呢 大家不會像民進黨一樣 就不管怎麼樣 先放下一切 先往前衝嘛 整個藍營的這些民嘴 藍營的這些人 都像民進黨 比民進黨更像幫派 可是沒有用 因為現在整個國民黨 他想的問題就是 如果朱立倫不行了 那不管怎樣 侯友宜還在嘛 那侯友宜現在呢 就開始選馬英九的不沾鍋 什麼東西都不表態 不沾鍋 維持他在中間的形象 那在中間的形象裡面 也許2024奪敵之戰 朱立倫現在也越來越弱勢了 而侯友宜越來越強勢 所以連主辦單位都知道 侯友宜請上台講話 朱立倫就在下面坐著聽 金融時報追蹤 美國對於中國的科技封殺 可能有全新的黑名單 而且可能擴大到生物科技的同時 美國的國會事實上通過了 國防授權法抗中保台的同時 欣平反倒跟普丁 這一個視訊取暖 那明老師你怎麼觀察 美日台 事實上是有一個更加緊密的 國安跟軍事的結合 我想你剛剛提的這幾件事情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戰的禮環 也就是說雙方都在玩大戰略 前面那個創下講的部分 跟陳業講的部分 也講了美中不管是科技戰 或金融戰什麼等等 都是整個大對抗的一個部分 那包括我現在講這個 台美日的安全會議也是如此 前幾天我們的外交部 委託了台灣的園領基金會 然後跟美國的一個 新美國安全中心 跟日本的一個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三個智庫共同舉辦了一個研討會 這研討會非常有趣 它的名字叫做2021 台美日三邊印太安全對話 請各位注意三邊印太安全對話 我先說一下就是第一 這個是第一次這種會議 然後這是三邊的印太安全 這些題目過去都不這麼說 那麼這麼說 不只是說符合世界潮流 這麼說代表了一個新的方向出來 這會議開了之後 蔡總統到場做了開幕致詞 然後主要講話有兩位 一位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晉三 那麼美國也派了一個官員 美國是國務院的民主人權 及勞工的一個代理的首席副駐親 這個頭線叫非常長 名字叫巴斯比 好 那麼美方參與人成績並不高 但請各位注意啊 他雖然是一個代理的副駐親 但是他是現任的 這個比較重要 然後日本方面出席呢 是退休的這個前首相 雖然退休了 但是各位看到就是他最近一段時間非常活躍 而且在他這個離任前一段時間呢 他也非常活躍 然後積極推動了這個美日台的各方面的安全的這些 一些合作的事項的進展等等 所以這場會議呢 看起來是一個我們發動的 但它背後的意涵應該更深 我們最後再講到這一塊 先說一下就是這個會議呢 某種程度來說是呼應我們前幾天講的民主峰會 民主峰會是美國發動的 那這件事情呢看起來是我們發動 但我認為背後呢另有文章可做 我們等會再說 在這會議當中呢 蔡總統講了話 然後美國的巴士比講了話 但我覺得在這講話當中呢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呢 倒是安倍的講話 安倍講說台灣必須崛起 我們很少聽到這詞 有人說台灣必須崛起 因為台灣值得 然後呼籲各國呢 要努力把台灣納入國際的參與等等 這他的主要的話題 他講了五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他說呢 民主不是偶然的 民主呢必須要捍衛要奮鬥 要鞏固什麼等等 要時事更新 從這裡呢他延伸到說 如果民主這麼重要的話呢 那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民主 值得我們關注 尤其是台灣 他台灣的民主呢 現在受到威脅 那麼台灣對台灣民主的威脅 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個挑戰 他說他在當首相的時候 為了這件事情而強化美日安保 強化了這個日本的安保 他說因為如果我們有弱點的話 會導致挑釁 那必須要強化才行 所以請各位注意啊 他所做的事情 他說我強化日本的安保 強化日本的安保 是為了強化台灣的民主政治啊 這個理由講得很奇怪 不過他是這麼說的 好不但是這樣子 他說弱點導致挑釁 所以我們從海底海面到空域 從網路世界到外太空 日美台三方必須不遺餘力的合作 分享科技 然後在所有領域建構能力 這話跟前面的澳英美同盟像不像 除了沒有講說什麼很具體的 什麼核子潛艇啦 遠距打擊什麼的 講的就是要分享科技 然後要加強 要各個領域建構能力 講的話是一樣的 只是把那具體的東西拿掉了 這第二點 第三點呢 他說對於中國大陸這幾年來的軍事冒進呢 他說你這種冒進呢 就對你這麼大的經濟體來說 你有如自殺 我們日本已經一再敦促你呢 不要追求領土的擴張 要自我克制 然後不要霸凌鄰居 然後這件事情他說 也是攸關你們中國自己的利益 這話已經講得很白了 這第三點 第四點他說為了下一代呢 我們台灣也好 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呢 我們擁有共同的重要議程 這議程就是 我們永遠不要失去對自由 對人權 對法律的信仰 這講的就是價值觀同盟的意思 其實是安倍在第一任首相的時候 他已經講過一個這個 這個民主的彩虹呢 什麼的 講過一個這個美麗的構想 但第二任他沒有這麼太說 但是這一次呢 又重新把這個價值觀拿出來了 好最後一點他說 他說他在全球的民主社群當中 一再強調 當香港的民主陷落的時候 台灣的崛起呢 這更加重要 所以他的講話呢 我們覺得說 雖然是一個退休的首相 但是呢 的確有他的分量 中共反應非常激烈 所以中共立刻跳出來 在批安倍 然後呢 也同時批美國 批安倍就說 你胡言亂語什麼 除了上一次你講錯話 這次呢 你又講錯了 好啦 批完安倍之後呢 中共又回頭去批美國 批布林肯 說你違反 你最近的言行呢 已經違反了一中原則 也違反你美國的一中政策 所以我強烈敦促你 必須回到一中的這立場上面來 那麼如果說中共官方 對布林肯批評還比較輕的話呢 環球時報對這個 國安顧問蘇利文的批評呢 就非常重 蘇利文不是講說 我們很擔心這個 中共對台灣武統什麼的 我們要盡全力呢 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 翻成白話就是 美國希望出手阻止中共武統台灣 所以中共當然非常生氣 但是官方又不好出來 直接說這話 所以找了環球時報出來說 那環球時報就講了很重的話 他說你們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直接攻擊美軍燈了 當然現在傳出說 胡錫進可能要換手 那跟這話有沒有關係 我們不知道 但時間是剛好在一起 所以中共反應這麼激烈呢 其實反映了他內心的一個深層的憂慮 憂慮什麼呢 擔心美日聯手呢 去鞏固台灣去拉抬台灣 這當然也就是這段時間的這個 整個走向 好 所以這些事情呢 我們在講 我們說他不是孤立的 也不是說一件事情發生 大家見招拆招 其實在對雙方或對牽涉各方來說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戰略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專門談美國 我們是跟大家講 我們說當美國感覺到中共開始挑戰這個 國際秩序跟國際的這個架構的時候呢 他們一開始出手了 所以從2018年2017年川普上台之後 注意到這件事情 2018年開始改變政策 現在這幾年下來 尤其拜登上台這一年左右呢 你看到他跟川普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在國際上的聯合力量呢 比川普大很多 第一個我們過去數過了是北約 第二呢是梅日安保 第三呢是五眼聯盟 再來呢 竟然組成了一個新的同盟 叫澳英美同盟 好 那這些東西呢 都是不斷的強化 他們對大陸這個圍堵圈等等 我們在問那個問題就是 在這個圍堵圈當中 美國把台灣擺在什麼位置上面 我經常在講這件事情 我們也經常提醒大家說 其實美國把台灣擺在圍堵圈 那個隱形盟友的角色上 但是至於這個隱形盟友 將來會顯性到什麼地步 到什麼程度 這點呢 最後其實要看中共的動作 我們等會再說 那麼現在最新的發展就是 我們看到不是這個 七大工業國外長在開會嗎 外長開會這次呢 又重申了 他們對於中國的動作 對俄國的動作非常關切 所以明確批評說 中共在台海 在南海 在東海 然後俄羅斯 特別在烏克蘭在動作呢 我們非常關切 所以提醒注意呢 說你們需要不要再往前 普京當然不是整油燈 所以你們想說 他跟這個習近平開視訊會議 老師剛剛講到 普丁事實上 也有他的算盤 普丁的算盤好像比較大吧 你這邊看到說 普丁跟習近平在開會 等等 好像是要幫習近平 一起來取暖 因為我們都被 都沒有被民主峰會邀請 等等 我們很難受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一個很小的消息 普丁在這同時呢 呼籲跟美國跟北約開會 他同時在玩這個東西 所以我一直說 他們這個動作很厲害 我常常稱普丁 我說他是快樂第三人 也就是有理於美中之間呢 在兩邊這個得到好處 我們看到大家說 他跟中共關係很好 現在出來幫中共幹什麼 然後前陣子又這個 出了軍艦 跟中共一起去進行什麼 軍事演習 海軍演習等等 然後呢 還有軍售給中共 就像那個明杰兄哥講的 請各位注意 普京在軍售中共的同時 把一模一樣的東西賣給了印度 他在幹什麼事情 真是很會做生意 不只是會做生意 他根本是會玩這件事情 我就說他厲害就厲害在這裡 所以台灣人很多人沒有看懂 台灣人看到說 你看中國同盟共同對付美國 我說普京是白癡 才會跟中共聯手去對付美國 普京最聰明的做法 就是擺盪於美中之間 那很多人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擺盪呢 第一我們太小擺不動 第二呢我們剛好是美中競爭的 這個標的物 所以標的物是沒辦法擺盪的 就這麼簡單 普京不是標的物啊 普京又夠大 所以他能夠擺盪 所以大家得分清楚 這個快樂第三人呢 現在跟習近平開視訊會議 一方面呢我給你取暖一下 但同時我拿你來當的籌碼呢 我呼籲我跟美國跟北約開會 那他要什麼東西呢 最簡單就是他要阻止烏克蘭進北約 這第一個 第二就是他要跟美國拿經貿力 第三就是看看我還能跟美國拿到其他什麼東西 我拿什麼來換呢 我拿中共當籌碼 我跟中共合作到什麼程度看你美國的表現 這才叫做高手 這才叫做玩外交 所以普京的這個動作呢 我們還得仔細看 而且這個動作呢 對台灣會有殺傷力的 我們等一下再說 所以現在我們把這件事情結合起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做幾個觀察 第一個觀察就是 我們現在開著印太安全對話呢 第一是呼應民主峰會的 所以它有它時間上的意義 當然我們也看到到目前為止呢 這個三方的對話呢 看起來沒有具體的後續 象徵意義比較大 但它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訊號在哪裡呢 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開著講 我們說好像是我們的外交部 圍請了我們的一個智庫 趕快跟美國的跟一個日本智庫 它三方合作在開著會 請問各位 如果真的是台灣主動出手的話 美日雙方會配合得這麼高興嗎 大概不會 所以大概是什麼呢 比較可能的這個棋局安排應該是 美方或日本呢 告訴我們說 你們出面來開這個會 比較可能是這樣 當然我們也不好直接出面 所以我們就唯請智庫 然後邀請另外兩家智庫 然後邀請什麼人呢 事先美方或日方 已經告訴我們誰會來開會 所以日方用什麼呢 日方用一個退職的 退役的首相 然後美方用一個現任的 非常比較低階的官員 那麼來了 來了就是說 我們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呢 我們沒有分寸 我們不是講過科度的概念嗎 就是我現在要刺激中共 告訴你說我有一張牌在打 但是呢 這張牌又不刺激的很凶 因為我知道你也用普京打打牌 那我也在打牌 所以我們雙方都來打 打打打看誰比較厲害 好那所以日本扮演什麼角色呢 請各位注意 日本扮演的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 重要代理人的角色 那安倍扮演什麼角色呢 安倍扮演就是現任日本政府 不方便扮演的角色 我以一個退役首相身份 我來做這件事情 你中國在批評 不是前面這個已經講了嗎 他是退役的人 他是民間人士 我們沒有立場幫他辯護什麼的 但他話已經說了 然後又開了三邊的會議 好那你剛剛講了說 美國現在剛剛通過國防授權法案 那等一下這個將軍還會詳細講 說要邀請台灣參加軍演 應該這樣講 說要邀請台灣參加軍演 未必會成真 但是比較有可能就是 我們會以觀察者的身份 或觀察員的身份或出席 這是一個底線 那如果觀察員身份突破的話 那將來我們就是參加者 至於參加到什麼程度 要看中共的表現 那麼一月份呢 美國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這主席呢 要率團來台灣訪問了 這已經是最近的多個團的這個 又一個團 而且來的是外交委員會 所以我們要談的最後問題就是 台灣跟四方會談會是什麼關係 我們過去講過 我們再說一次 台灣將來有可能從三方會談 慢慢就變成四方會談的觀察員 然後變成軍事演習的觀察員 最後變成參與者 那至於我們能走多遠 坦白說不是我們決定的 也不完全是每日決定的 是中共決定的 中共只要繼續現在這種外交動作 跟這種戰略動作 那台灣參加機會就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現在提防就是 當中共跟普京在開這個會的時候呢 中共把事情完大之後 去下美國去騙美國 想要推出第四公報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注意的東西 美國國會通過的國防授權法 事實上 2022年的環太軍演會邀請台灣參與 那我請教徐老師 美日事實上還有2加2的會議 這個會議也在華盛頓召開非常重要 是 最近這個日美中台之間的國際動向 的確非常的耐人尋味 那特別是剛剛這個明老師有特別提到 俄羅斯的普丁他可以站在一個戰略制高點上左右風源 那日本剛好作為一個呼應 他反而是作為一個戰略艱苦人的第三人的角色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他必須在日中友好跟日美同盟之間作為一個外交槓桿的一個戰略平衡者 所以他反而會變成不是一個快樂者 他他必須很謹慎小心的 要拉著兩兩方都不得得罪的情況下 應該要如何做出他最大的國家利益 可是徐老師我問你 安倍下台之後事實上更挺台灣更反中了 那安倍這種戰略跟態度會不會創造岸田文雄的籌碼 當然是一個扮演白眼白臉 一個是黑臉 所以這個安倍特別是安倍他下台之後 反而他的這個操作的空間更大 可別忘了他現在可是自民黨內最大派法 這個清和會的老大 總共九十五個這個國會議席數的這個老大 所以他在自民黨內的影響力是五眼活絕 這個我們必須要先抽清楚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知道說 就著剛剛的一個談說法 我們知道最近有三個要觀察的地方 一個是日美二加二的一個會談 在最近NHK的這個新聞有披露出來 1月7號準備要在華府要召開 這這個會議呢 事實上是延續著今年3月16號的日美二加二會談而來 那但是這一次有四個主題要談 第一個主題是強化美日之間的這個同盟的威責力 那來深化國防的合作 另外一個是強調台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第三個要如何實現朝鮮半島的無二化的這樣子的一個共識 第四個才是更重要的是 他必須要 日本要提高駐日美軍的這個防衛經費 也就是一般我們講的體貼預算 這個體貼預算 已經在這個日本的這個岸田內閣裡面已經有編列了 2022年度到2026年度 這五個年度的一個預算 那這個預算總額超過了一兆日元 和台幣是2500億的台幣 那這個會議 這一次的二加二會議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說大概會談成這個體貼預算 這個有共識 另外一個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體貼預算 也推升了日本防衛經費2022年的預算編列 那這一次的編列總共有五兆四千七百九十七億日元 這個折合台幣是一兆三千六百六十億台幣 創了歷史新高 這個是這一次日美二加二會議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必須要關注到的是 最近才剛結束的日美台美日三邊的印太戰略對話 這個剛剛明老師有特別提到 他還是外交辭令說希望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那加入這個CPTPP或者WHO 那最後一個是第三個是最有意思的是這個 是否要杯葛北京奧運 這個杯葛北京奧運我們可以理解到說 目前有兩方面應該要注意到 一個是自民黨內的態度 那自民黨內的態度取決於安倍 那安倍已經發起了這個抵制 外交抵制的這個聲援 那從這一次的這個日美台三邊的印太戰略對話裡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另外一個是支持安倍的高市早苗 他現在是現任的自民黨的這個政調會會長 那這個政調會會長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職務 他也要求這個岸田 因為他在這個前兩天有拜會到官邸去拜會岸田 直接跟岸田說應該要採取外交抵制 這個是高市早苗的一個態度 那另外一個呢是 除了自民黨內的構想之外 我們應該知道說岸田內閣他自己本身到底怎麼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如同我剛剛提到的是現在的日本的角色其實是非常的曖昧又很艱苦 因為他必須在兩個婆媽之間取得一個外交平衡的情況下 那岸田內閣他有兩個構想 第一個構想是希望考慮可以派遣比較低階的這個體育官員來出席 因為他的理由其實也是很正當 是說回饋北京在今年支持東京奧運的這樣子的一個理由 那他們希望派出體育廳長四福廣製這位先生 那因為他是這個奧運金牌的得主嘛 所以派出這個官員其實也很有代表性 另外一個是第二方案是乾脆就不要派閣僚級的這種高級官員來參加北京奧運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兩個方案呢 目前還在岸田內閣裡面在做討論 那到底以後會如何我們應該持續觀察 白宮今天正式宣布抵制這個北京東奧 當然直接外交抵制 那事實上川普前兩天接受美國媒體專訪的時候 他判斷中國東奧之後恐怕攻台 同時安倍也在公開的演講當中講到說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 老師怎麼觀察 這個事情大家現在談很多了 談這個事情我先回頭回應一下剛才前面兩位講的 前面兩位講的全球辱華時代開始 應該講準確一點 全球入供時代開始 這話可能更準確一些 現在回到安倍的問題 安倍這演講的是上個禮拜 跟台灣一個智庫視訊上面開會講的話 他的題目叫新時代的台日關係 他講幾個重點 除了你這個上面講的重點之外 大家都談了很多 其實還有別的幾個重點 第一次他說這幾十年來 中共的軍費不斷的增加 30年來成長42倍 比日本高4倍 這是到目前為止 而未來30年它還會再增加 那麼到了30年之後 可能會變成比現在要高8倍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他說國際情勢出現很大的變化 接著華鋒議長還是說 那面對的情況 日本跟台灣怎麼因因 他說我不能幫台灣講話 但是呢 他說我個人覺得說 民主 自由 人權 法治 這普世價值非常重要 如果高舉這些旗幟 然後讓大家都看見 台灣跟日本共同努力的話 這樣會有幫助 第三個問題 就你剛剛講這個了 他說日本的南西諸島 我們的語言叫西南諸島 他們叫南西諸島 離台灣非常近 那麼如果台灣被打掉的話 代表日本的國土也會面臨危險 日本無法容許該事態的發生 所以接著去講這幾句話了 台灣有事等同於日本有事 也可以說是等同日美同盟有事 這就大家反覆的說話 這個事情呢 這種認知北京應該知道 而且習近平呢 絕對不能誤判 他講了說你要清楚 然後你不能誤判 那重點是他講完之後 北京怎麼理解這件事情 第一呢北京對於說 外國參與台灣事情呢 已經非常生氣了 那現在美國參與戰 他已經很不高興了 現在日本跟美國站在一起了 所以北京多次講說 日本不要跟在美國屁股後面 幹這事情 他同樣的話呢 罵過日本 罵過加拿大 罵過其他一些歐洲國家 但是安倍先生這樣講完之後呢 大陸解讀是 日本打算把美日同盟擴及台灣 所以去把這個美日同盟擴到台灣的話呢 對中共來說呢 那就是一個幾乎 台灣變成一個很難碰觸的問題 當然過去我們也這樣講 但是日本的領導人 哪怕是已經下台領導人這樣講呢 對於美國來說呢 固然是一個這個呼應 但對中共來說呢 卻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好這幾個前面重點 那後面就提到說 你如果打台灣的話 就是經濟自殺 那如果你碰到任何攸關 日本生死存亡問題發生的話 美國跟日本可以聯手 行使集團自衛權 這些話過去都說過 但他現在把它全部串在一起說 那關鍵就非常重要了 最後他說呢 他提出了印太的觀念 而在印太當中呢 這四方會談呢更加重要 然後現在各國呢 好像都接受這個觀點 所以他等於明白告訴大家說 那我們現在日本對這問題的態度 是什麼樣子 話又說回來 當然今天大家這個新聞上 都說了很多 這一個禮拜來 大家也都陸陸續續討論 可是我們回頭看一下 日本反對這個中共以武力攻談呢 並不是新鮮事情 過去也講過 但有時候講得比較含糊 譬如說97年的時候呢 當時首相叫喬本龍太郎 然後他們的每日這個防衛合作指針呢 他們做了修訂 修訂完之後呢 國會的議員就不斷質詢呢 不斷地問 然後他就回應 他說國會最近呢 有關每日安保這個修訂這件事情呢 在質詢的時候 一直集中在朝鮮半島情勢上 話風一轉他說 但是我並沒有把這個觀點 只集中限定在朝鮮半島上 他說我的看法是 這個每日安保政策 應該包括南沙跟台灣 這是非常突出的說法 那也就是說這個安全新指針呢 他有很明確的假想敵 這假想敵呢 過去講北韓 那你們大家都要看北韓 喬本龍太郎告訴大家說 我要提醒你們 除了北韓之外 中共更加危險 然後當然後來就講說 我們講了周邊有事 所以周邊有事呢 其實隱隱然然就涵蓋這一塊 但是我過去有講說 日本呢雖然這樣說了 但是還是能不說就不說 所以一有什麼說說錯了呢 我們就講過 常常有著防衛廳的次官呢 就因此道歉下台 不過下一次再上來一個呢 再做一遍 好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舉的案例 第二案例是四年之後 就是01年 自民黨的 日本自民黨的幹事長的三奇拓 在這個國際會議上面講到 他說日本呢 雖然是支持一中政策 但是不希望以武力實現這個目標 他說中共呢可能會認為 我們這樣講話是干涉內政 但他說這是東亞周邊國家的願望 這是很明確講說不希望你武力統一台灣 那這個講話呢 坦白說比今天的這個安倍講話呢 也還要再露骨一點點 我們過去講過我們說 美國其實在這個台灣關係法的第二條 第二款裡面講得很清楚 希望和平手法解決這個兩岸的問題 那非和平手法包括什麼禁運啊封鎖什麼的 都在內 那我說現在就是日本要不要把這個觀點也納進來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跟日本之間會不會簽一個什麼 比如說公報啊或什麼協議啦 或什麼這個日台關係 台日關係法之類的東西呢 這還是有在努力的 好那現在安倍是這樣講了 那麼就是說如果出了事情的話 那我們日本可能要跟著美軍一起動手 事實上我們看到呢 由日本的這個自衛隊呢 在過去幾年呢已經出去過了 也動過手 像2015年他出去過 然後17年18年 1617年呢曾經在這些鋼國的地方動過手 當時的國際社會呢 當時沒有引起太陽風波 但是日本社會引發了很大的風波 因為日本有些人認為說自衛隊這樣出去 而且這個進行戰鬥行為呢 是違憲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回到像安倍的話上來了 安倍現在雖然是已經是離任的首相 那我們不曉得岸田或將來首相會怎麼做 但是如果日本真正要動手 要動用軍隊來保衛台灣的話 他要突破一個憲法的限制 所以我們經常講說日本的這個憲法呢 第二章的第九條呢就是很關鍵的一個話 那這個話怎麼說的呢 他們這樣講的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 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 永遠放棄以國家權力 以國權發動戰爭 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 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然後為達到前向目的 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 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這是被人家稱為叫和平憲法或非戰憲法 當然大家想想背景就知道 日本之所以這樣講話呢 是有感於二次大戰呢 它作為亞洲發動戰爭的這主要國家呢 它是難辞其咎 所以這個話呢表明說 我不希望再用戰爭 戰爭來解決國際上的問題 但是呢這話講完沒幾年 韓戰爆發 韓戰爆發之後日本就開始說 其實它的安全是有問題的 然後呢美國也覺得說 如果說日本的安全問題 我要全部挑起來 我也很吃力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 我要讓日本再武裝 所以當時美國提出說 是不是希望日本再武裝 日本國內當然有爭議 到現在為止還有爭議 不過呢在這個情勢驅動之下 四年之後日本的確呢 把這個保安廳呢 改組成防衛廳 然後呢成立自衛隊 所以陸上海上航空呢 三大自衛隊出現 那麼也就是往日日軍的規模呢 在自衛隊的民意下面慢慢出來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雖然叫做自衛隊 但這第九條到底要怎麼解釋 然後這自衛隊在憲法上 到底是不是合憲 然後將來能夠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在日本國內呢 已經是一個很激烈的辯論的問題 大概對這第九條呢 有兩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說 上面講這個條文 就是第二章第九條呢 他只是放棄了侵略戰爭 就是我不去侵略別人 但是呢沒有放棄自衛戰爭 所以如果說我 人家打我 然後我是有權自衛的 那在自衛戰爭下面呢 我保存一個自衛隊呢 是合理的 這是第一種觀點 第二種觀點是非常激進的 他說我們如果按照字面來說 我們日本國放棄所有形態的戰爭 那麼包括自衛戰爭在內 所以人家來打我呢 我都不自衛 讓人家打完算了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那就不能有自衛隊 所以這樣講就是說 現在是很大的爭議 將來修憲會談這個問題 而這個明老師剛剛講到二戰之後 日本的憲法當中呢 其中確實對於自衛隊的 這一個條文 定位 確實有所爭議 所以在日本內部 也有修憲的爭議 對 那日本的憲法非常有趣 我們剛剛講說 他在二戰之後呢 在美國人幫助之下呢 幫他修訂出來的 然後從1947年開始實施 到現在多久呢 74年 這74年當中 從來沒有修憲過 這是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呢 大概就存活著久 沒有修過的這個憲法 其他像什麼美國 德國 南韓 印度這些國家呢 也都是剛性憲法 可是很多國家剛性憲法都修過 像美國不是說 有什麼第一修正案 第二修正案嗎 那就修過了 連德國的憲法呢 是1947年 1949年之後開始 到現在呢 修訂過多少次呢 修訂過60次 然後日本是一次都沒有修過 那日本再沒有修憲呢 這具有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對於說 日本要修憲不要修憲 好像有很多爭議 對 但是為什麼有人反對修憲呢 因為有人覺得說 我們過去報了這個 這個和平憲法 或非戰憲法 報了74年呢 給我們得到了非常大的和平的紅利 第一個就是 我們又報了這個非戰憲法 我們放棄了戰爭手段 然後大家把我們視為一個和平國家 我們因此而享譽世界 雖然我們沒有為二戰真正道歉過 可是大家多少相信了我們的誠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因為有了非戰憲法 又有了美國軍隊的保護 甚至有美國核子傘的保護 所以我們日本呢 過去呢 在軍備上的投資相對比較少 就是前面安倍講說 為什麼中共的軍費 是它四倍相對八倍的原因 他說因為我們沒有花錢 花在軍備上 或者我們在軍備上 花錢比較少 所以我們財政支出呢 就比較輕鬆 而很多錢呢 拿來進行經濟建設 經濟發展了 這真的是一個和平紅利 第三個和平紅利就是 日本到過去呢 二戰的時候 之所以能走到那樣子呢 大家可能忘記了 在這之前呢 日本的確是有民主政治 而且是有政黨競爭 也是政黨輪替 那後來為什麼民主政治失敗呢 簡單說軍人干政 軍人干政的結果就是 軍人發動了五一五政變 然後最後就殺了這個首相 最後軍人這個主導了整個政局的發展 最後就是下級軍官主導上級軍官 上級軍官主導文人政府 最後把日本拖進戰爭聲援 所以大家覺得說 這個和平憲法的好處呢 帶來就是我們可以避免 軍人干政跟軍國主義的負責 讓文官牢牢的掌握自衛隊 所以不要修憲比較好 所以到現在為止呢 這幾個是真意點 但是呢我們得必須說一下 所有國家的憲法在定下來之後 會去修正呢 通常它都有一個修正的條款 這是什麼情況下可以修 然後修還有一定的流程 通常在什麼情況下修呢 內外情勢出現重大變化 而這重大變化是原來的憲法說 不能包含的時候它就修改了 所以照這樣看的話呢 如果我們前面幾次不是談到說 日本國內的這個民意對中共的看法 然後對國際局勢看法 都出現重大變動嗎 那這兩年呢 會是日本修憲呢 大概最可能出現的年份吧 可以按這個譜看法 但是我們會想說 我們會去看法院的